其实自己来过几次英国 然后无论是伦敦 六普 还有谢菲尔德 几次比赛这种成绩都还不错 也说明英国也是自己的这种运气国家吧 然后希望这次依然能够有好的表现 其实在伦敦之后 然后自己再也没有来过英国参加任何的比赛 然后应该是时隔六年以后又一次回到英国 然后自己的身份我感觉 包括可能说这些年的经历 也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一切正常嘛 因为之前谢菲尔德以后 也是一直参加国内联赛 然后也一直保持着比赛这种状态 然后希望离了几个月的这种国际比赛又开始了 然后也希望2018赛季 自己依然能够延续好的状态吧 确实吧 应该说可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然后只打了瑞典公开赛 然后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在国际上参加什么比赛 所以这一次能够来参加团体赛 其实自己还是很开心的吧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次比赛上有一个好的表现 别人都会说多了一份责任 这份责任我觉得更多还是场外吧 依然我觉得自己能够在赛场内 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这种乒乓球上 所以说这是自己的这样应该做的吧 rinnerable准备